回到家了 肉跟湯好好喝喔 14天應該都是會這樣素顏的狀態 請大家見諒 雖然沒有輸 有點傷心 嗨大家 我現在在人穿機場 我要回台灣了 機場人超級熟的 嚇死我們了 給大家看空曠的機場 然後我現在要先去辦那個再入國 代表你就是還會再進入韓國這樣子 之前就跟日本一樣 我之前住日本的時候也是要辦再入國 以前韓國是不用的 但是就是因為疫情所以現在全部都 你只要還會再回韓國的話 你的簽證就是要再辦再入國這樣子 我們其實提早到了 我說晚上的飛機現在是下午4點 然後等一下就是放完再入國之後就會先check in 然後再吃個晚餐 再慢慢上飛機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就是 戴了口罩戴眼鏡戴帽子 然後我身上還有戴一件雨衣 然後我是穿了一件很長的罩衫 想說把整個罩住 然後還有戴手套這樣子 大家應該聽到我講話吧 我覺得我戴口罩好像什麼話都聽不到 總而言之我們先去辦再入國 我們現在要等個入境 然後就可以搭飛機了 我真的是人生坐過這麼多次飛機 跟去過這麼多機場 沒有看過機場這麼空的 連就是現在泰國機場的清晨 三四點的那個人也是超級多的 這個時間你們看 然後我剛剛看那個出發的那個時刻表啊 通常機場時刻表不是都一直轉一轉嗎 然後就會有一堆飛機來起飛跟降落的嗎 但今天晚上 今天星期五晚上的時刻表 就是非常少班這樣子 好 然後等一下要進去搭飛機啦 我們台灣見吧 給大家看一下我現在錄關了 現在時間是星期晚上的接近七點的時間 人超級少的啦 現在要去搭飛機了 我的包包因為堆了一堆 所以那個 我現在走路好穿 包包因為有一堆那個 什麼醫生證明啊 然後 酒精啊 什麼 雨衣啊 有的沒的的 所以現在其實包包超級重的 我到家了 現在是晚上十二點半 剛剛到家的時候大概十一點多吧 然後整理一下心裡 吃了媽媽燉的牛肉麵 但是我爸煮的麵 怎麼這麼老舍 因為媽媽去住小獨家了 然後我跟爸爸住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是用我爸媽的房間 因為我爸媽房間有獨立的衛浴 所以我這十四天就是會在 會在這裡度過這樣子 然後剛剛入鏡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有事先 先那個上網寫了入鏡檢印表 它可以上網填 然後會有一個簡訊寄到你的台灣的手機 然後現場就是入鏡的時候 把那個頁面給工作人員看 就可以省去現場還要在那邊 掃那個的麻煩 然後通關還蠻快的 就是用那個系統之後 進來就會有人員告訴我說 我是哪一天可以解隔離這樣子 然後每天記得要量體溫 這樣子等等的 好 然後我雖然是今天飛 今天到 可是明天算是隔離的第一天這樣 總共要隔離十四天 我現在 剛吃飽牛肉麵 所以推薦飽現在一直在動 好啦 反正我這十四天就是要在 爸媽房間度過 然後我剛已經把我的書餌去裝好了 然後我剛在機場 就是下飛機的時候 我爸竟然認不出我來 他說我太胖了 好啦 那 明天開始就是我會記錄我的隔離日記囉 其實基本上應該都是會拍一些我吃什麼之類的東西 大家晚安 剛剛早上 八點多 現在八點多 早上 好像八點不到就有收到政府來的簡訊 就是簡訊提醒我說 就是十四天隔離 然後 請待在家裡 會有專人關心我這樣 我想應該等一下會有離證打給我吧 第一天的居家隔離紀錄 請大家忽略我的Kitty睡衣 因為我家沒有睡衣我都是穿以前 以前公司的東西 好啦 我爸要去吃早餐了 我的早餐 我的早餐 專人送到 咳咳 專人送到房間 我爸去買的早餐 然後昨天我媽切了 一個水果放在家裡 剛剛有量體溫了 現在是6點4 他就沒吃台灣的早餐了 有點開心 我爸買了什麼 我爸買了什麼 雞肉蛋嗎 大家會覺得我一直素顏 很可怕 好啦 我剛剛接到立長電話了 然後他跟我就是 就是核對身分之後問我的身體狀況 然後是居家隔離嘛 所以就是有沒有家人可以幫忙 處理那個飲食跟倒垃圾等等的問題 然後明天會送一個防疫報給我 所以我明天再來開箱防疫報給大家看 然後我今天的行程就是吃吃喝喝睡睡 然後打動物之聲 然後做一下聖戰運動 對 就這樣 然後因為我現在就是基本上 因為家人都還在外面 所以都不會出房門這樣 然後我就有事會在門口喊我爸這樣 我的中餐 好久沒吃粽子了 好開心喔 還有餛飩湯 晚餐吃 開心 第二天的早餐 鐵板麵 我記得昨天半夜又吃了雞排 現在有點飽 天哪看起來好好吃喔 開動啦 我的隔離除了玩switch之外 決定來畫畫 最近在學的 失誤的 插畫 這一堂是在學麵包 然後現在在學畫飲料 現在在畫這一個 冰拿鐵 這是美式咖啡 然後 Lemonade 我覺得我爸好像 在養豬喔 他點了乾麵 又點了滷肉飯 然後還有 那個 羹 那個叫什麼 肉羹湯 超豐盛的啦 今天是隔離第二天 欸不對 隔離第三天的午餐 嗯 嗯 肉羹湯好好喝喔 14天應該都是會這樣素養狀態 請大家見諒 你們知道韓國其實很少有那種羹類的東西嗎 像那個 麵 蚵仔麵酸啊 肉羹湯啊這種有 那種那個勾芡的 就是 那個小燕哥那時候吃都覺得很驚訝 就是為什麼會勾勾的這樣 嗯 好像 韓國只有糖醋 呃 中華料理會加 就是勾芡這樣 好啦我要繼續開吃跟 配韓劇了 好的我剛剛收到了 新北市給的防疫包 但我一直以為會有零食欸 可是沒有我就是收到了這樣一袋 新北市居家防疫包 跟一袋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我猜是垃圾袋啊 居然沒有食物 有點傷心 啊什麼所以我得到了一包口罩 欸 這是什麼 還有那個 my video 跟my music 的 14天的兌換 的那個優惠券 喔就是可以有像有 Catchplay啊 KKTV Line TV 影音平台有14天的免費觀賞序號 嗯 好喔 這個還不錯 但我有Netflix 我不需要這個 好 一團飯 還有一些 居家 檢疫期間 日常生活 注意事項 等等 對啊就是一些宣傳 竟然一包零食都沒有 這一包應該就是垃圾袋吧 果然 垃圾袋 四個垃圾袋 沒有吃的 有多氣 好啦這就是新北市的防疫包 好 吃飯完畢 今天是第四天隔離早餐 豆漿 玉米蛋餅 兩飯 一個三米汁 我爸可能怕我吃不飽 這間飽啊 你看阿公 買這麼多給你吃 今天的中餐 此上雞腿便當 跟一碗臭豆腐 其實我早餐好像還沒消化完 難道我爸又塞了一堆了 真的是養豬的生活 今天的隔離菜單 燒辣飯 嘿嘿 我爸煮了一大碗餛飩麵 跟燙青菜 開動啦 好的 今天是我解隔離的第一天 所以我化了妝 因為等一下要出門了 然後昨天終於結束我14天的隔離 唉 實在太辛苦了 然後我終於回到我的房間了 昨天晚上12點 解隔離的 這樣子 然後 對 這14天呢 基本上就是每天 政府有個那個 LINE的 對話框 就是每天早上會詢問我 就是今天體溫幾度 然後 就是狀況怎麼樣 然後 就是要填寫就是 體溫 跟 如果有流鼻水啊 或什麼身體不適的話 就是要回報給政府的那個LINE 這樣子 然後除了政府的LINE之外呢 簡訊也會有 每天 每天 早上10點都會有簡訊來這樣子 然後 簡訊也是上面就是 會問我說 欸狀況怎麼樣 如果一切正常的話 就回答1 那如果有什麼 症狀的話 就回答2 這一些等等的 就是LINE的群組 跟簡訊都有到這樣子 然後 我住家地區的 那個 禮干市呢 就是第一天跟最後一天 有打電話給我這樣子 第一天就是說 要給我防疫包嘛 然後 我開箱防疫包給大家看 然後 最後一天就是跟我說 痾 昨天有 收到電話 就說 就是我的那個 解隔離是到今天往上為止 這樣子跟我提醒一下 那如果 之後有什麼問題的話 再跟政府聯絡這樣子 14天隔離之後呢 還有7天的自主管理 那自主管理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 這7天呢 因為算是 就是 肺炎的 這個疫情的 它的潛伏期 其實越來越長嘛 所以 其實有多家 7天自主管理 就是基本上出門 就是盡量要戴口罩 然後最好 不要去人太多的地方這樣子 但是 因為我今天下 我要去看醫生 就是要產健 因為我已經三個禮拜 沒有產健了 就是我會做足 防護 措施 會帶著 口罩出門這樣子 那就是 基本上這14天 我都是在 睡在我爸媽房間嘛 因為他們 房間就是有一套 自己的 衛浴這樣子 比較安全 所以 我基本上都是在房間活動 然後吃飯也是我爸 會蹲到門口 然後我接 然後基本上都是戴口罩這樣 14天基本上都是這樣度過的 那我就是 解隔離了 所以今天就是 free了 好 以上就是我這次的 防疫日記啦 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戴的耳環也是 cozy white的 今天的口紅 今天口紅是3CE的 它的色號是 它是叫做 PINK PINK BLAY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帶我洗那大 掰掰 解封鎖 解封鎖 大概就是 這10天的隔離生活 然後 好 天啊好喘 好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你 重新 我會再 重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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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